前台中市长林佳龙镇内所成立的青年资议会 市长卢秀燕上任之后 2019年转型为青年事务咨询委员会 来提供关心台中市政的在地青年提案及交流平台 而第一届100名的委员提出有69案 有9层4都采纳 而卢秀燕表示青年是城市进步的动力 市府对大小市都会关心 也希望让台中改进的更好 更新铃 当市政府在108年创立青年事务咨询委员会 提供关心台中市政的在地青年提案及交流平台 并针对访议会开会模式 青年招募及期望进行调整 第一届青年事务咨询委员会 提案参采率达94% 成绩相当亮眼 所以我们都很鼓励青年朋友 在了解相关议题的时候 应该实际的去探访 实际的去了解 此地的去跟相关的当事者或所谓的主管机关做讨论 因此我们希望青年朋友 青年委员是制定 专案报告的题目 然后由专案报告的全责机关 来进行专案报告 让青年朋友在 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 可以更聚焦 市府研考会表示 青年事务咨询委员会 今年有325人报名 人数比上届成长三倍多 显示越来越多青年愿意关心市政 将持续广邀民众参与 制定亲资会运作SOP 争取出席费 提高青年参与率及认同感 台中市政府的新职会 是六都人数最多的 最大的一个平台 那这还是经过这个报告以后 那100个人 那来报名的有300多人 也是各都报名最多的 可见台中 这个台中市的青年朋友们 对于我们这样的平台 有高度的兴趣 那参与的意愿也很高 所以我们尽量把能量做大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六都最大的 未来只要在经费 或是我们人力允许之下 我觉得可以再大 陆宣言强调 每个声音都是台中进步的动力 每位青年都是台中重要的资产 希望通过青资会 提供青年自由发声 打造一个开放 对城市生活想象的共创平台 金阳中华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